哈囉大家好我是懷抱 今天呢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到底穿越機跟空拍機有什麼樣的不同 順便也來開箱我們在跨年煙火所使用的8吋穿越機吧 其實最近呢因為穿越機這個詞突然紅了起來 然後大家都很好奇說 到底空拍機跟穿越機有什麼樣的不同 最簡單的來說 穿越機它是可以做到破水平還有翻滾的畫面 怎麼說呢 當我們所知道平常空拍機在飛行的時候 不管你怎麼樣的前後左右移動 而且在DJI的空拍機裡面有一個模式叫做 你可以把它的雲台修改為FPV模式 它就是讓你的飛機雖然在側飛的時候呢 在過去你的畫面永遠都是水平的 但是你開啟FPV模式的雲台的時候呢 它的雲台會有點側傾 這叫做橫滾軸 就是它的左右的側傾 它會模擬成像是穿越機的角度 然後讓你的雲台可以破水平 看起來會稍微有點速度感 而且有點像是一隻鳥在飛翔的感覺 但是呢實際上空拍機在飛行的時候不管怎麼樣 它最多的往前往後 四個的角度頂多就是45度左右 它是沒有辦法做像這種朝下俯衝 或是快要碰撞到的時候 即時拉起來的這種動作 但是呢穿越機就可以做到以上的所有事情 那以目前來說呢 穿越機可以做到破水平的飛行 原因是因為 它有一個模式叫做手動模式 雖然你的DJI的空拍機 可以透過調整參數啊 一些破解的設定 可以進入這個模式 但是我真的不建議 拿DJI的空拍機來這樣玩 因為呢它摔起來是非常貴 而穿越機呢它碰撞之後呢它維修相對的 以空拍機來講是便宜了許多 然後我會建議各位如果真的未來想要玩 穿越機的時候呢 一定要先從這種小台的 兩吋的機種開始玩起 穿越機呢它的法規限制其實跟空拍機完全一樣 所以呢也是一樣代表的 你不可以再靠近人群上方飛 也不可以接近大樓30公尺 也不可以晚上飛 反正種種的限制跟空拍機是完全一樣的 不要想說它因為沒有GPS 而它就不受 空拍法規的管轄它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呢我會建議如果要讓各位可以快速的上手 穿越機的話呢 第一步一定是先買台小台的機種 因為呢你只要平時下班回家沒事做的時候 小台機種在室內飛行還蠻安全的 像這種兩吋的機種它又有保護框的設計 像這一台是Protect 25 這一台呢最近評價也是剛出來的一個機種 它呢也是有保護框的設計 讓你在平時家裡面飛行 碰撞的時候 不會造成家具的損壞 那這種機種好處就是你在室內隨時想到就可以飛 或是你家的辦公室 只要你老闆允許你的話 你在辦公室也可以玩一下 所以呢小台的穿越機就有這種好處 穿越機另外一個名詞叫做FPV FPV其實是First Person View 就是第一人稱的縮寫 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因為在飛行穿越機的時候呢 你一定都是戴上這種眼鏡來飛行的 你在飛行的時候眼鏡裡面所看到的畫面 其實是這個小小的鏡頭 所看到的畫面 所以它的畫質通常不會非常的好 雖然呢DJI已經有點黑科技的 他使用了數位圖傳 有720p的圖傳效果 但是呢如果是以類比的穿越機 他所看到的畫質大概是240p左右 那大家所看到那些精美厲害的畫面 到底是怎麼拍出來的 其實是上面在另外掛一台 GoPro或是Action 或是任何運動相機 然後像我們這次 100跨年煙火所使用的 我們是更大台的穿越機 然後因為為了畫質的關係 所以我們直接掛上 目前的夜拍之王 只是我的A7S3目前正在錄影 所以我是掛一台我的6400 來做示範 其實這種越大台的穿越機 他給背的東西越重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全片幅的相機 直接背在上面 所以其實 上面的錄影跟你在 平常操作空拍機是完全沒有相關的 你只是起飛前的先按下錄影之後呢 然後再拿起你的搖桿 然後再戴上你的眼鏡 然後把你的穿越機飛出去 然後等到降落的時候呢 再手動按一下GoPro上面的停止錄影 來取得到那些看起來非常厲害的畫面 所以在飛行的時候呢你還是是戴著眼鏡 因為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來操作他 戴眼鏡其實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體感會非常的好 就是你很像有很大的螢幕在你面前 你很像是一隻鳥在天空中翱翔的感覺 但是穿越機入門的門檻其實非常的高 第一呢是因為大部分的穿越機 是沒有 所謂的旋停的功能 也沒有所謂的 自動返航的功能 什麼意思呢 我們所知道空拍機所一起飛的時候 你把搖桿放開 你就要打隻蚊子啊 或是突然有人打電話給你 你的空拍機會懸停在空中等你的 但是呢穿越機完全不會 它的高度呢完全是透過你遙控器的左右所來控制的 就像穿越機的搖桿如果以美國手來說的話 左手的搖桿通常都是鬆弛的 因為當你推到頂的時候是 4個馬達全速往上噴 所以如果你是 推到底的時候手放開 它會全速的一直往上飛到 飛進雲霄內然後完全不見 然後你把油門完全收掉的時候 它是螺旋槳幾乎是不轉的 是降到幾乎是怠速的速度 所以你的空拍機會直接自由落體的掉下來 這只是第一步喔 你的穿越機是沒有自紋的 第二步呢 一般的穿越機呢 是沒有GPS的 在你飛行的時候任何時間碰到瞬間斷訊 它的預設值呢 是因為它有保護的裝置 所以你只要一斷控呢 或是斷訊 它是4個馬達直接停轉 然後自由落體掉下來 所以你在飛行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飛到任何的人群上方 因為它是任何時間都有可能不預警的斷電掉下來的 再來呢 穿越機為什麼可以做到像這種 俯衝破水平的效果 是因為它有一個模式叫做手動模式 手動模式呢 我們所知道空拍機你的 美國手的右邊你一放開的時候 你的空拍機會維持在自動水平的狀態 而穿越機不會 穿越機的手動模式是你的遙控器 往前推的時候它會往前一點 往前推會往前一點 往前推再往下一點 所以當你右手放開的時候呢 手動模式下它完全是這個姿態 如果這個時候你的油門又加得很快的話 它是全速的往前噴出去 那我們看到穿越機可以做一些翻滾的動作是因為它是機身是可以破水平的 所以比如說我要前空翻的時候呢 在空中翻到反面 記得要收油門 不然 你翻過去的時候會變成 全速往地球表面這樣往下衝下來 所以你在飛行穿越機的時候呢 你要顧你的電量 它的低電量也不會提醒你 它會直接沒電 然後掉下來 然後穿越機呢 斷線也不會自動返航 然後也沒有旋停的功能 你光要讓它停在一個高度呢 要靠你的左手持續的 加減加減加減 持續一直修正你的油門 然後它也沒有 定位的功能 所以穿越機的操控呢 是非常難的 在飛行穿越機呢 很多人都會建議說 第一步呢 先去買一隻正常的搖桿 或是你未來要使用的搖桿 在電腦上面呢 先花非常長的時間 練習模擬器 因為在模擬器裡面呢 摔飛機是不用錢的 你就盡量的在電腦裡面 像打電動一樣 模擬器裡面盡量摔 飛行當你覺得 差不多可以控制的時候呢 再開始考慮 飛行正常的穿越機 然後呢 就像懷爸之前講的 先從小台的一點開始 因為小台的呢 沒有什麼殺傷力 隨時隨地在室內 都可以開始練習 也不一定特別要跑到 福德坑啊 或是一些 飛場 才能夠飛行你的穿越機 那在這邊呢 懷爸簡單跟各位分享一下 穿越機怎麼選擇 除了剛開始新手呢 建議從最小台的 開始練習以外呢 如果你飛行的場景主要是室內 或是一些 會要在人群的附近 飛行 當然呢 你要先有執照才能夠做這件事 但是呢 有框的機種 我是建議在室內的時候使用 然後他即使發生碰撞的時候呢 不會造成螺旋槳掛傷人的 遺憾事情發生 在室內的時候呢 就可以使用像這種 3吋的 穿越機 而且他呢 因為推力比較好 他可以直接掛上 就是一般版本的 GoPro 那剛剛懷爸所介紹的 這種2.5吋 或是這種 一段小台的穿越機啊 其實如果你要讓他上面掛上GoPro的話呢 最近有出一個套件叫做 裸體 就是NakedGoPro 你就是把你的GoPro8 然後把它拆解之後呢 只剩下鏡頭跟主機板 然後裝到這個非常小的框裡面 你就可以把你的GoPro 從120克直接瘦身到28克左右 所以這種輕的 NakedGoPro呢 就裸狗 俗稱裸狗 就可以直接掛在這種2.5吋的機種上面來使用 然後甚至是這種2吋的小機種 他的機架呢 會長得比較不一樣 但是呢這種小型機種就可以掛 Rogo 在你的空拍機上面 所以呢在人群啊 或在室內飛行的時候呢 這種有帶框的 穿越機是最適合你的 那什麼情況下會用到5吋呢 其實懷爸所介紹的穿越機 都是以拍攝為主 在過去呢 穿越機不是拿來拍攝使用的 大家都是拿來 飛爽的 或是比賽競速使用 但是呢 比較主流的比賽機種就是使用5吋的 因為他的動力當然是越大台越好 像這一台呢 他的全油門時速大概可以到140到160左右 然後這一台呢 大概有到100 那小台的機種呢 雖然這種小台 但是他時速有670 所以其實性能還是非常的好 那5吋的機種呢 適合在戶外的時候 或是像我們這次跨年的時候 大部分的畫面是使用8吋 大台的穿越機所拍的 但是我們還是有組了幾台備用的機種 所以 你要在戶外刷大樓啊 或是你要非常好的性能 的時候 或是你要拿你的穿越機來追一些 甩尾賽 或是像我們在力寶所拍攝的這些畫面 那你呢 你就是需要使用5吋的穿越機 來完成這些畫面 或者有這些動作 因為他的性能是相對的比較好的 我相信懷抱的觀眾呢大部分都是看空拍機為主的 那大家會好奇說穿越機到底續航力多久 其實 穿越機他的續航力 只有3分鐘左右 是他性能最好的 那3分鐘到5分鐘的話呢 他的 後半段因為他電壓比較低了 所以他相對的性能也比較弱 所以其實穿越機他的續航力只有3分鐘左右 那為什麼會這麼短呢 其實穿越機他在設計的時候 他的都是以性能為優先 就好比說你在買一台法拉利的時候 如果在賽道上你要他跑得快 其實你根本不會在意油耗的這件事情 但空拍機就不一樣了 我們的空拍機呢 是希望以飛的更久為主 所以你才可以在空中拍一些漂亮的縮時啊 或是在空中拍攝一些柔順的畫面 讓你的空拍機 可以減少換電池的時間 然後多增加一些時間 可以在空中錄影 所以他們兩個在設計的本質上完全不同的 所以才會造成說一個續航力有2-30分鐘 一個續航力只有3分鐘 但是呢最近在網路上流傳 就是DJI即將推出一台 空拍機跟穿越機的 最近有些外流資訊在網路上 所以大家還可以去查一下這台機種 我是蠻期待他的推出的喔 他應該呢可以讓目前非空拍機的人 進入穿越機的世界 而是比較輕鬆一點 最後我們就要來開箱一下我們這次 跨年火所使用的8吋穿越機 我們這次所使用的8吋穿越機呢 其實是 T-Motor他所推出的CinePro的系列 CinePro系列這一台呢 他總共是有8顆馬達的設計 那其實8個電機 他為了目的就是要讓他有更好的推力跟更好的性能 所以這一台呢可以輕鬆的載重大概1.5公斤左右 都還可以非常的輕鬆勝任 那雖然他這麼大一台 他相對的 我這邊 底部呢 是裝電池的空間 目前因為我這邊沒有電池 他用的電池呢 也是我們一般穿越機的電池的大概5倍大左右 那雖然呢 這麼大一台機種跟這麼大的電池 但是他續航力還是只有3到5分鐘左右 如果你上面掛的是非常輕的 比如說運動相機GoPro的話 但應該不會有人把GoPro掛到這麼大一台機種上面吧 因為這一台穿越機的造價是將近5萬塊 那比起這種1萬多塊或甚至不到1萬塊的穿越機 所以其實他們價差還是非常的大 但是呢 如果你掛的是很輕的東西 或甚至空機的話可以飛到將近40分鐘也是蠻輕鬆的喔 這次呢我們考慮到我們上面所掛的是A7S3 是將近20萬的單眼相機 所以呢我們還是幫他配置了GPS的設計 但是穿越機上的GPS真的跟空拍機是完全沒有辦法一起比較的 他的反航高度其實因為 沒有氣壓劑的關係 所以他有點像是用GPS去推算的 所以他如果真的斷線的時候呢 第一步他會先幫你旋停 旋停的時候 他會先緩慢的上升到計算出來的反航高度 然後再幫你反航 然後他有一個很奇怪的限制就是他的返航點呢 一定要至少在50公尺到 200公尺以外 他的返航點才會準 所以 其實安裝GPS的目的只是讓他不會因為訊號瞬間斷控的時候呢 直接斷電掉下來而已 然後前方呢我們也配置了一個BBコne BBコne呢其實就是讓他在斷電的時候 他會持續的發出BBB的聲音 讓我們可以找到這台穿越機 畢竟他含單眼 造價將近20萬 然後他的圖傳的部分呢也是使用DJI的數位圖傳 所以呢我們還是可以使用720P而且是非常好的訊號 直接去觀看他這個小鏡頭 所拍到的畫面 然後他的遙控呢我們這次就是使用雙黑陽的系統 因為大家所知道黑陽他是走一個低頻的設計 他是915 赫茲 的頻率 所以他不是5.8也不是2.4G 所以他是低頻的關係 所以他的類比的訊號可以傳輸到比較遠 然後這台呢是使用雙天線的設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個T形的黑陽天線 後面呢有一個T形的黑陽天線 等於說當其中一組訊號不好的時候 他可以快速的切換到第二組 讓你的遙控的訊號是萬無一失的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這台設備的開箱分享 我們之後還會出一支影片 就是當天所有的幕後花絮 按讚訂閱分享懷霸風科技的頻道 然後希望 這集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如果對穿越機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私訊我們的LINE的官方帳號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粉絲 粉絲 粉絲